今天是双十一 我们昨天就应该要讲的关于截止到11月9号 加拿大的不管是公民申请绿卡申请 还是各种签证申请 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进度 较之前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关于公民和枫叶卡的申请 那公民的获批 公民的获批通常是需要24个月 目前的进度较上周没有变化 然后在新的PR卡 也就是比如说我的PR卡 大家总说我的永久绿卡是不是永久的呀 有些朋友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加大只要你一旦获准了永久绿卡 就是永久 但是它其中就有一个唯一的条件 要满足它的移民间条件 就是五年要住满两年 这是它的保留里的枫叶卡 枫叶卡持续有效的一个条件 那么之前我也讲了一个关于我朋友小孩的一个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在我的YouTube上面去看一下 这个我不便再去说 所以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 导致枫叶卡没办法 没办法回到加拿大 国内都有什么事情 或者是疫情封控的原因 那如果是事实存在封控的事情 确实不能够订到机票 那你是可以去入境的时候跟边境关台说 但是也有悲剧的就是把枫叶卡取消的风险 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 除非你两年就是说五年里面有两年 怎么说呢 就是说满足不了两年的条件 目前来看是很难的 因为目前国际航班也越来就是也都开放了 所以不管各种封闭 目前最多就是封闭一个月到四十几天这样的情况 还没有出现连续几年封闭 所以完全是再昂贵的机票 那么如果你想保留封业卡 是一定得回去把移民间待满 那现在如果是你的封业卡属于到期的情况 五年假设你的封业卡五年有效 那么五年到期你要更换 在网上申请封业卡 新的封业卡 那么是102天 好的 Renewal 这是新的封业卡 102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家庭担保 比如说你要担保您的 同居配偶或者是spouse 你的配偶 就是说你的夫妻 就是说你的这个爱人 对吧 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是outside Canada 那么是20个月的申请时间 那么如果是在加拿大境内的 对于同居的这种伴侣 或者是配偶的申请 是14个月的封业卡的申请 然后对于担保祖父母 或者是父母的PR 就封业卡的申请 目前是37个月 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确定 池子里面还有15万的申请人 在等待 所以这个就作为一个参考吧 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这个也是关于 护照的一些申请 我们没有什么要看的 重点看一下 关于移民 移民类产品的申请 如果是属于CEC 他说的是FSW 还有FSTP 毫无疑问 这些产品 它最终一定是要走 一亿通道的 一定要走一亿通道的 目前官方的审理时间是14个月 这个非常快 假设我们之前讲过EEBC 如果你选择的是像EEBC这样 可以直接在审提名的部分加600分 那是一定能走 只要符合条件 只要符合EEBC的条件 不清楚的去看我们的视频 不知道我们可以把视频链接发给你 要去学习去研究 那如果你符合EEBC的条件 一步到位移民温哥华 移民加拿大 那么走快速通道 在境外 直接等到 封业卡递交以后 再办理工签登录 我们基本上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能走EEBC的通道 就能拿到封业卡 这是这个 好 那如果没有 没有意义的 P&P 就是没有我们常规的 常规的技术类 或者半技术类的 这个省提名的申请 目前是22个月 他说not change 我认为是比之前 是提前的一个月 提前的一个月 然后魁北克的技术类 移民也是22个月申请 魁北克的商业类 也是65个月 这个就不用看了 没什么商业类 然后federal 就是联邦的自雇移民 我们通常也有很多客户在问 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项目 名额少 基本上也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42个月的申请 相当于要花 接近三年半的时间 去等待永久绿卡 到底是批还是不批 时间太长 大夕阳的雇主担保 一直是我看好的项目 审理时间和一一一样 只需要14个月 真的是非常快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目光 放在这些 政府支持的趋势上面 不要一意孤行 按自己的判断来 毕竟我们是做移民的 在费用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希望您能够 最快的能够拿到身份 对不对 不能去给你瞎指挥 然后startup visa 联邦创业投资 也要31个月的获批 时间越长 风险就代表越长 那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 Temporary Residence Application 就是临时的一些 居留签证 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 境外申请 加拿大境外申请 如果按印度来看 是162天 如果是加拿大境内申请 在网上申请 就是18天 那基本上不会用 用纸质递交 然后对于 我一直倾向 假设您已经拿了枫叶卡 你要担保你的父母 申请你的父母 或者祖父母 他们来获得 就是说来加拿大 跟你团聚 第一时间先办超级签证 入境就办不了了 这个最长 可以在加拿大停留7年 然后这个时间 你看 印度是需要138天 那等待 基本中国应该是需要 快一年的时间 才能获批 对吧 好 那么 那么再看一下 visitor extension 就是说在境内的这个 比如说你六个月到期了以后 然后你再申请延期六个月 想居住的话 那么online是201天 我们看看 如果想在加拿大留学 在加拿大境外申请 就是学签的许可 是需要13周 相当于快 对吧 三个多月 然后如果是境内申请到四周 对于30岁以上的 申请人如果想要 通过移民留学的方法 再来找工作 移民加拿大 无非多花两年的时间 那么 尽量尽量 入进加拿大以后 再递交学签的申请 这样能保证一个通过率 并且速度也会快 拒签率就会降低 好 我们看一下学签的延期 比如说我们延 我们申请的学签 但是去不了加拿大 因为封闭的各种原因呢 那么在线获批是 就是许可 是78天 然后如果我们是申请工作签证 这个是非常看的比较多的 印度目前是14周 也就是三个多月的时间 那如果是加拿大境内呢 online是169天 基本是跟这个时间差不多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边境换工签 这个当时就能拿到工签了 好的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比如说这个五分钟 ETA 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比如说像我们香港的居民 就可以 他的护照就可以通过 通过ETA的形式 来获得加拿大的旅游签证 好的 有更多关于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的咨询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大美出国 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和投资服务商 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愿景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好的 祝您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 一切顺利 再见 再见